大家好,我是野豬仔丹丹 我很喜欢听故事的,你们是不是都一样呢? 我有个好朋友,他叫QQ 他很喜欢讲故事的 如果你都想跟我一起听,不如跟着我一起去找他 快点啦 各位小朋友,野豬仔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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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有什麼交通工具出現呢? 雖氣小黑來報道 我是小卡車小熊 送貨是我的工作 現在我要去狸貓叔叔家送貨了 一到狸貓叔叔家 狸貓叔叔就說 小熊 這次豬先生一家要去三角島的頂頂 建一間新屋 你可不可以幫忙運送起屋的材料 但是因為這次很多貨物 正當狸貓叔叔說到一半的時候 眼前出現了一輛黑色的小卡車 小卡車突然煞車停下來 他笑咪咪地打招呼 等了好久了 我是小黑 請多多指教 小熊 因為這次有很多貨物 你就跟小黑一齊送 拜託你們了 拜託你們了 狸貓叔叔一邊說 就在小熊和小黑身上 裝滿貨物了 兩輛車就向著三角島出發 喱喱喱 不可以這樣的小黑 你開得太快了 什麼喲喲 你真是猛吞吞 快點把東西送到才是最重要 小朋友 你看不見到小熊和小黑在公路上 呢 沒錯 小黑在這裏 小紅在這裏 小黑太快了 結果 連水泥攪拌車大哥 都開聲了 他說 嘩 開這麼快 很危險的 連橙色車的阿姨也嚇一跳 嘩!不要撞到啊! 但是儘管是這樣,小黑還在喊著 讓開啦!讓開啦! 慢聽聽的烏龜車,擋住我啦! 就在這個時候 警車先生以驚人速度 好,追著小黑啊! 嘩嘩嘩嘩嘩 那個黑色的卡車,快點停下 嘩嘩嘩嘩 小朋友,你找不找到警車先生在哪呢? 沒錯啊,他現在開始追著小黑了 唉,小黑終於停下來了 小紅就很擔心了 小黑,不會有事啊! 警車先生就跟小黑說 你看看,那輛綠色卡車 就是因為超速撞了上去的防護欄 你都差點變成這樣了 嘩!小黑見到真的嚇到全身都震了 對呀! 幸好沒有發生意外 小黑,一尾球快 不一定是好事的 現在開始慢慢走啦 一面走,一面遊行 欣賞風景,也很有趣的 小紅笑咪咪地跟小黑說 哇! 但是,然後在後面的小黑就哼了一聲 把車開到小紅的旁邊 不過,看起來,心情好像已經好一點點 來吧小黑,接下來就是走山路了 加油啊! 哇! 然後,他們一口氣就爬上這個很斜很斜的山坡上面 哇! 是森林大火啊! 小紅正在那裡很擔心的時候 小黑就一聲,衝到旁邊的分岔路 小黑,森林都著火了 哇!你竟然扔下我,實在太過分了 哇! 風風風風風風 那些火勢慢慢地蔓延開去了 有誰可以來幫忙啊? 快點啦! 當小紅一邊哭,一邊在喊的時候 哇! 森林大火啊! 你覺得,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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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你看看,是消防車叔叔啊! 太好了!快點啦!快點啦! 但是,消防車叔叔 因為坐了太多水在車上 身體太重了,爬不上山坡啊! 好!看我啦! 小紅就在消防車叔叔後面 好用力地推啊!推啊!推啊! 但是,但是靠小紅的力量 根本就推不動 不行啊! 當小紅覺得自己不行的時候 好,然後 然後 咦? 消防車叔叔和小紅都開始 一點一點地慢慢爬到山坡上面 啊! 小黑! 你去做什麼啊? 小紅就問小黑 我剛剛就去消防車叔叔 如果好像你這樣慢慢走啊 不就太遲了! 小黑有點生氣啊! 最後,森林大火終於被撲滅了 太好了! 小紅都鬆一口氣 很開心地笑出來 嗯!快點走啦! 否則遲到了 小黑就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望向一邊 但是,其實他都放心了一點 露出了淺淺的微笑 好! 就向三角島出發啦! 於是,兩輛車向著海邊出發啦! 但是... 但是什麼啊? 哎呀! 衝去島那條橋在維修中啊! 工程都未完成 又怎麼可以通車啊? 怎麼算好啊? 唉呀! 唉呀! 小朋友,你有沒有什麼想法啊? 現在他們過不了對面啊! 怎麼算好呢? 快點上來啦! 快點上來啦! 快點上來! 我帶你們去三角島啦! 嘩! 小朋友,原來是杜倫叔叔叔啊! 謝謝你啊! 小紅好開心地去到杜倫的船艙裡 哼! 還以為我要游過去啊! 小黑就裝了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然後都駕進船艙裡 托杜倫叔叔的福 小紅和小黑 終於可以順利過了海的另一面啦! 然後,兩輛小家車終於到達了三角島的頂端! 小紅小黑,多謝你們啊! 朱先生說完多謝 都馬上開始建屋啦! 過了幾天之後 就建好了一間屋啦! 就是這一棟啦! 哎呀呀! 屋頂還沒安裝一個鐘啊! 狸貓叔叔這樣一說 然後不知道誰就回答了 哎呀! 鐘不見了啊! 因為小黑掛著超速啦! 自把自圍,太粗魯了! 所以... 對不起啊! 小黑快要哭啦! 就在這個時候... 嗚嗚嗚嗚嗚! 是消防車叔叔啊! 小黑! 森林大火的時候 你為了找我去救火 拼命地幫忙 鐘就是那時候掉了啦! 我把鐘帶回給你! 多謝你呀!小黑! 聽了一些番話之後 大家都一齊 異口同聲地說 小黑! 你好... 聰明啊! 然後... 小黑竟然做出一個 很得趣的樣子 就說 哼! 我是故意放在那裡的! 但是... 他忍不住 笑了出來 嘻嘻! 小朋友故事就說完了啦! 現在小黑又有另一個任務啦! 他要把花送去其他地方呀! 如果你喜歡這本繪本 記得Like和Subscribe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